大家好,继续扯土工中国的事情 美国的事情 美国一打一个喷嚏 土工中国就打摆子 什么叫打摆子 这是一土话 很多年轻人都不知道 打摆子其实就是这个中暑 中暑的感觉你有吧 如果没有你就不知道什么叫打摆子 说这个美国这边打一喷嚏 土工中国就中暑了 就死萧萧了 就开始办丧事了 说这个土工中国啊 有些事啊 当时我们就说过 不应该这么干 什么事呢 就是川普快下台了嘛 是不是 票不是被偷走了吗 但是那个时候 美国的国务卿蓬佩奥还到处跑嘛 因为蓬佩奥这个人呢 这个是在这个我们的大才子啊 鱼毛春老师的指导下 对土工呢认识的是门清 是不是清清楚楚的 所以给出那一系列的反共的大杀器 结果惹得习包子非常的愤怒 乘着这个蓬佩奥还在国务卿的任上的时候 居然罕见的出动了一个禁令 全球制裁这个蓬佩奥 完了以后怎么的怎么的怎么的 美国的历史从1972年 尼克松访华这么多年 从来没有一个美国的载人的国务卿 被中共制裁的 没有过的事情 这是习包子开创的历史的先例啊 当时在北京 很多人就是劝习主席 他们说包括刘鹤都劝的 不要搞这个事情 小不忍自乱大毛衣 是不是 如果蓬佩奥这么年轻 蓬佩奥六几年生的人 如果有一天他们的杀回呢 你你受得了吗 所以的我就考大家一个问题 美国的各路政客 不管是川普的阵营的 还是这个什么 还是奥巴马的阵营的 不管是在野的还是在朝的 最反共的 最了解中共的 对土工恨的人牙痒的人是谁 你说是谁 非我们家这个蓬佩奥 蓬帅蓬佩奥 莫属也就是他 但是他对中共的仇恨 对中共的这个认知 对中共的仇恨 那也是习包子一手导演 一手制造的 中国有句老话怎么说来着 叫做他娘的心账旧账一起算 真的 非常的有意思 所以我刚刚听到一些误息 说这个蓬佩奥这个人 川普要给他放到一个超级重要的位置上面 干大事 干什么事呢 国务卿可以了 是不是 蓬佩奥做国务卿 我觉得很好的 蓬佩奥这些年 一会儿台湾的 一会儿韩国的 一会儿日本的 每一个动作都是剑制土工中国 要把土工中国灭掉 蓬佩奥说了 最多五年时间 如果让他干的话 就把土工中国给灭了 把细胞子给灭了 所以全世界的反共人士 一定要紧紧的团结在 以蓬佩奥同志为核心的党票周围 真的 蓬佩奥这个人 真是恨共产党 喝得牙痒呀 说走哪儿说哪儿 真的 这都得益于 习包子是个宠物 你怎么能对一个国家的在任的 美国的在任的国务卿 出台这么严重的制裁令呢 你不给自己留后路呢 疯了都 为什么呀 因为他们习包子 当时认为自己可以操控美国嘛 可以控制拜登嘛 是不是 你不重要了 你曾经何时 你看到那个杨洁篪 那个王毅那两个老傻逼 他妈的在蓬佩奥的面前 像个孙子一样 他妈的给蓬佩奥跪一下 然后转眼之间 蓬佩奥不是歇了吗 走了吗 挂走人了吗 然后来了一个布林肯 哎呦 那个王毅 那个杨洁篪 那个眼睛 那立马就他妈的 长到额头上面进了 然后就让我想起 我年轻的时候 在官场上混的时候的一句话 在领导面前 是不是就趾高气扬 在群众的面前 在你群众的面前 就趾高气扬 在领导的面前 就点头哈扬 领导领导好 那种他妈的小人 得失小人 我操你个大爷 特别恶心啊 因为蓬佩奥 这个走了吗 是不是 他们认为他们可以控制拜登吗 控制布林肯吗 是不是 手上有家伙事 手上有你的软肋吗 是不是 他就这么干的 很多人对这些细节都了解 你怎么就看不见呢 哎呦 我真是服了这些个人 说是这个川普啊 不会让蓬佩奥 重返这个国务卿的位置 国务卿这个位置 他小看你 他小兴兴 他虚才了 应该让你 说要把川普 放在一个更加超级重大的位置 什么位置呢 还没说 哎呦 急死我了 反正这个事 是个很有意思的事啊 这个事应该是川普和蓬佩奥 上个星期 他们之间有一个见面 因为蓬佩奥去了这个海湖庄园 然后他们见了一面 川普肯定对蓬佩奥另有重用 所以我发现罕见的啊 是前天 前天在宾州的一个现场 川普在那里做现场 哎 老蓬佩奥出现了 蓬佩奥瘦得跟什么马似的啊 挺帅的啊 但是没有胖乎乎的可爱了 是不是 说这个川普要回来了啊 大家都给川普投票 是唯一的一个啊 你要记住 你要看场面 要看门道 川普的上一任的所有的内阁成员 包括彭斯副总统 包括各路人马 你看 唯一的一个回来帮川普站台的 就是蓬佩奥 包括这个弗林将军也没有参加 包括纳瓦罗老师也没有参加 包括这个母鲁 川普时代的财政部长也没有参加 你说是不是 有意思吧 唯一的一个来到川普的这个现场 帮川普站台背书的就是前任国务卿 美国的CIA的前任的局长 牛逼哄哄的蓬佩奥 所以你说的这个事 你以为他是随便搞的吗 牛逼大发了 牛逼大发了 据说这个职位啊 这是个什么职位呢 目前就是猜的啊 猜的啊 有很多人在那里猜 我也是猜 所以搞一个叫做什么 第一个职位让他去干 就是就是一个大使 是吧 是叫做啊 就是武汉病毒 习包子一手导演的武汉病毒 肯定是要清算的 肯定是要赔钱的 啊 说这个要让蓬佩奥出任武汉病毒 或者叫中国病毒 这个川普有一次说话就这么什么 叫中国病毒 后来有些人不高兴 说你不要说中国病毒 你说中共病毒 或者习近平病毒就可以 好吧 我能理解大家的心情啊 叫中国 叫武汉病毒赔偿委员会 全球赔偿委员会 要联合全世界所有被细胞子伤害的国家 被武汉病毒伤害的国家 整体的找这个什么细胞子要赔偿 全世界是100万亿美金啊 就这么多 蓬佩奥领先主演 当这个武汉病毒全球赔偿委员会的这个大使 这个东西它是有哪一头的啊 这政府和这个蓬佩奥自己的意思 他想干这个东西 国务卿你必须要 国务卿是干嘛 国务卿不是打仗的 国务卿是什么 国务卿是修复关系的 是个人家好的 是勾兑的 是妥协的 是谈判的 是不是 但是大使这个职位不是武汉病毒赔偿委员会 全球赔偿委员会大使是干嘛的 是干你呀的 是不是 是让你赔钱的 牛逼轰轰 牛逼轰轰 我觉得这个如果这个传说是真的话 那太给力了 直接把细胞子共产党就给赔死了 上海就要建国了 香港要回去了 是不是台湾要独立了 太好了 这个川普这个人绝对有他的招数啊 这个东西是有局可查的 也是有法可依的 有先例的 你看那个拜登做总统的时候 他就任命了一个叫全球气候大使 是不是 这个气候大使叫什么呢 叫克尼 是个老左派 这个气候大使克尼做过这个奥巴马时代的国务卿 哎 你听懂吗 也叫大使 叫气候大使 现在有一个全球武汉病毒赔偿委员会的大使 全世界的什么英国的德国的法国的 全世界日本的韩国的台湾的 所有的这个自由的国家都会在一起啊 成立一个庞大的赔偿追索委员会 让你西毛子把你脑婆赔了都都都都不够的 把你整个国家都分裂了都不够的 所以这是个好消息啊 当然还有一个好消息说什么呢 说让这个蓬佩奥他既然不能进入内阁的话 那那那那是不是把他派到这个中国做大使呢 是不是 做一个驻中国大使呢 这个东西有点扯 不大可能 因为中国一个国家的驻另外一个国家的大使 他是主要是有这个国务卿管的 是不是 有美国的国务院管的 那就是美国出中国大使这个职位就是美国国务卿的小下面的一个小小将而已啊 这个级别太低了啊 我这边听到的消息很有可能川普搞这么一个事情 成立一个武汉病毒全球赔偿委员会的委员会 然后任命蓬佩奥老师是大使 然后让蓬佩奥的伟大的反共智慧和反共勇气啊 在这个世界上亮瞎眼 图攻中国 你日子不好过 你完了 谢谢